大家好我是小年 今天我们来卤猪头肉吃 也就是猪头皮 先烧热水 把猪头皮汆烫一下 因为上面很多的毛 用热水烫一下 比较好清理干净 用开水烫 三到五分钟就可以捞出来 使毛孔萎缩 这样拔这个毛就比较简单 好容易拔 全部拔干净 清理干净之后 再烧一遍热水 再烫一遍 这样 猪头皮就会非常的干净 看第二遍水 就很清澈很干净了 这个时候 在锅里翻滚五到十分钟 就可以捞出来 第二次汆烫过的猪头皮 就非常干净了 看就是这样子 非常漂亮的 这是春天晒的肉桂 今天会用八角 丁香 花椒 再加上肉桂 就这几种 新鲜 新鲜的肉桂叶 因为新鲜的肉桂叶 也甜甜的多余 这个动作很重要 就是给猪头皮 上色 上色 用我们的酱油糕 或者是蚝油都可以 给每一块猪头皮都按摩 都上色 这样煮出来的颜色就是琥珀色 全部按摩完加上十三鲜 充分的搓揉 搓揉 搓揉好了以后 最好是腌测半个小时 这样猪外皮的颜色会比较漂亮 热锅加上花生油 加上冰糖来调色 这里尽量是小火 用大火 可以把猪头皮放下去 外皮的一面切着锅 用锅去就是让猪头皮上色 漂亮好看 有耐相 大约过了两三分钟 这个颜色就上去 这个时候是蒸小火 用大火 用大火会焦 然后将每一块都翻过来 再让里面的肉上色 这样就可以了 看这个颜色是不是很漂亮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颜色 板面也差不多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 把所有的调味料都放到里面 再加上一点点的酱油 再加一点米酒 酥香 再小火五分钟就可以加水 让米酒和酱油都渗透到肉里面去 再加上满满的一大碗水 把肉没过来就好 加上少许的盐 加上少许的盐 因为里面有酱油 有酱油 有酱油高了 不能再加太多的盐 好了 盖上锅盖 用大火 先煮十分钟 再关蒸小火 一共煮四十分钟就可以了 现在已经二十分钟了 用筷子擦拭试看 非常的软烂 这样就可以关火了 一看就非常有弹性 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颜色 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出现这么漂亮的颜色 而且整个外皮都是琥珀色 大家不妨收藏起来 要的时候拿出来可以摊烤 在锅里焖了十五分钟 就这样了 可以切薄片上桌了 我喜欢切的越薄越好 猪头皮和木耳是完美搭配 如果想更漂亮 上面淋上一点蜂蜜 如果想上桌再用刷子刷一下 琥珀色会更漂亮 我们自己吃就不需要 加上两块迷迭香 点缀一下 就可以上桌咯 马上吃 轻轻弹弹 因为煮的时间比较长 四十分钟 非常的有弹性 而且也出了胶质 喜欢吃辣 可以蘸酱油膏吃 猪头皮配木耳 完美搭配 帮助消化又顺滑 又减油腻 好了 这就是猪头皮的做法 非常的简单 自己做比市场上的便宜多了 好了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